心理健康前线期刊指出 大熊猫会在旅途中出现时差问题 且影响的强弱还要看 当时的光线和温度变化等影响 这项新发现不只揭示出 大熊猫在不同环境下的生活变化 同时也提醒更多人 对动物行为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此外 研究还发现 大多数出现时差的大熊猫 是因为在习惯动物园环境之后 无法短期内适应 其他的环境改变 这可能是新园区的生活节奏 与它们的生物中不相符 换句话说 这项新发现将对未来的野生动物保育 与环境转换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大熊猫并不是唯一 会受时差困扰的动物 苏格兰Sterling大学研究员 Christine-Gandia的后续研究 还发现 一些动物园中的其他动物 也会对时差产生反应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